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诸位朋友把第十规读诵了一遍 那在读诵的过程 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声音 有没有听到有哭泣的声音 而这个哭泣是感动而掉眼泪 而不是伤心 是我们的老祖宗 掉下了感动的眼泪 从此停止伤心的眼泪 我在去年的三月份 三月十五号 到了深圳讲课 去讲课的时候 确实不是我们刻意去安排 这一场因缘 我本来是不敢去的 在海口讲课只觉得说 当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杨老师只给了我两句话 真是言简意该 这两句话就足以 让我在海口工作 努力的时候 有最高指导原则 第一句是告诉我 我们出门在外 不管做什么事 你看老祖宗有感应了吧 一定不能让师长丢脸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 你什么都不要多想 先讲三百场 而这三百场 纵使没有任何一个听众 只有桌椅板凳 你就在那里好好讲 看能不能讲到板凳也会点头 这两句话讲完以后 杨老师就去北京 我从此就过着自生自灭的日子 只觉得自己的学问太差了 真是敢压着上架 每一天督促自己 能多学多讲 也跟很多听歌的朋友 多请教 有没有讲的他们觉得听不懂的地方 不了解的地方 就这样讲了四个月左右 深圳刚好 有一群老师也在推展经典教育 他们就希望有会讲四书的老师 去那里讲课 刚好有一位海口的朋友 跟这深圳其中一个老师有联系 就把我们在海口 上教师课 上家长课的情况 跟他报告 这几天的课程 我们也了解到 教孩子首先是教谁 上行下笑 上都不正 下凉会怎么样 就歪掉了 君子要误根本 不能到枝末去 教儿教女 先教好自己 而孩子的人格 影响最大的 就是父母跟老师 我们持续开父母老师的课 在海口是从来没有间断 连在大过年也不停课 因为是放假重要 还是长智慧重要 人生要懂得取舍 懂得轻重缓急 那这一群深圳的老师就 问这一位老师说 他可不可以来讲论语 不然大学也好 接着这位老师因为了解 我在海口只讲一部经 叫地址规 而这一些读经的老师 有没有读过地址规 他们都读过 他说讲地址规 不然这样好了 先来讲讲看吧 其实我是很紧张的 都不大敢去 想想跟他结个善缘也好 其实最关键的有一句话 他们说 这里有很多 你师长的学生 这样我就比较安慰一点 最起码不会有人 听到一半 马上站起来给我 发问 给我质疑 这样我会下不了台 因为兄弟姐妹很多 比较安心 我打算讲两天就回来 然后讲两场都已经自己想好了 绝对要自己事实物责 为境界 不要人家来赶的时候才走 后来我飞机飞到了深圳 下飞机来了两个女老师接我 他们没有认出我来 都还在那里什么 看半天 那因为推展经典的老师 气质都不错 我认得出他们 他们认不出我来 怎么请一个小朋友来这里讲 各位不要怀疑 我现在看起来应该只有27、8吧 后来我是主动 去跟他们相认 那这一路上 也跟他们稍微提到 我们在这里 推展的情况 当天晚上 我就讲课 很多的老师一开始听课的时候 是双手抱胸 地址规有什么好讲的 等两个小时的课讲完以后 这些老师的表情变化很大 有一位老师就过来跟我说道 他说还没听地址规 他只觉得自己善根深厚 因为没有善根 没有办法听闻圣教 接着他又说了 这地址规的课听完以后 觉得是自己 什么都没做好 那诸位朋友 是觉得自己善根深厚好 还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做到好 哪一个前者好还是后者好 前者叫自欺欺人 后者叫明明白白 而修身修行 重要的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才是真修行 今天我们没有发现自己错误的行为 今天就是戳脱光阴 相信各位朋友刚刚在念完地址规一遍的时候 你已经在修行 你已经发觉这一句确实没做到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提醒自己 第一天讲完以后 因为很多的老师已经在当地有推广 他们的人脉关系不错 马上就走过来 明天你可不可以到某某学校 跟我去见见他们的校长 大家都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没见过什么四面 但是又推不掉 就跟着去了 去了以后 这个校长我们跟他聊了十分钟左右 他也有很多的理念想法 他非常有雄心壮志 他就说道 我一定要让我的学生 在一个学期之内 把几部经典通通都背完 他能达到什么样语文的效果 那我是客人 当然要先听听主人 好好发挥发挥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请听就很重要 对尊长讲话的时候 要频频点头 肯定他的看法 等他讲的也差不多了 我接着就举了一句 地质规的经文 跟他探讨 不立行 但学稳 长浮华 成何人 我跟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亲戚 他有一个小外孙女 他的母亲 还有大姨 都教他读英文 这个女孩才三四岁而已 学了不少英文单词 刚好她外婆带她到我们家来 就开始表演 外婆就说 来我们现在 被英文给这些长辈听 来苹果怎么讲 小孩马上就说 雨伞怎么讲 Ombrella 诸位不要怀疑 我的英文是不错的 讲了好几个英文 对打如流 外婆还在那里 沾沾自喜的时候 突然这个小女孩说了 外婆啊 书本怎么讲 这个外婆啊 一时间没有办法应对 就说到 我怎么会知道 四岁的小女孩说 外婆啊 你怎么这么白痴啊 一个孩子 从小傲慢心形成 这一辈子的学问跟事业 是不可能有发展 这一个校长相当难得 确实是 有心要教学生 他听完我这一段话 一开始的时候 表情有点错愕 因为我跟他的看法不大一样 慢慢 他接受 他就跟我说 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 我说本来下午没空 不过排一下 把下午的事排到早上来 他说你下午跟我们全校的老师 讲一堂课 接着他又说 你晚上有没有空 晚上来跟我们三四年级的家长 上一堂课 你看这个缘分很奇怪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刚好那一天去 他们就是这样 刚好办家长的课程 我就早上讲了一场 下午讲了一场 晚上又讲一场 从此跟深圳就结下 不解之缘 就开始在那里讲了好几个月的课程 3月17号早上 我到深圳信德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面 有一个万幸宗词 我走进宗词里面 内心非常的感动 感动着我们炎黄子孙 有这么多的祖宗 在宗词的最前方 还有三皇五帝的灵位 当下 我不由自主 对着每一面墙壁 行三贵九寇礼 在心里默默的感谢感恩 这些列祖列宗 当我在这个行礼的过程 只觉得自己学得太晚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开始学 而欣慰喜悦 我们要想到的是 我们的祖宗 已经伤心了多久 已经痛心了多久 树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诸位朋友 亲不待 不代表是父母祖宗离去的时候 才是不待 我们晚一天觉悟 我们的父母就超一天心 我们晚二十年觉悟 父母就担心受怕二十年 回报祖宗的恩德 都来不及了 我们怎么可能忍心 再让祖宗含泪 我们要有志气 让祖宗伤心的泪 从此不要再流 当然要让祖宗的泪不流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子孙 我们要做往后子孙的好榜样 有一个人 他很喜欢喝酒 几乎每天早上要上班以前 都到酒吧喝了一杯酒才去上班 有一天下着大风雪 他这个习惯还是改不了 自己冒着大风雪 往酒吧的路上走过去 走了一小段距离 突然感受到后面有人跟着他 他往回一看 是他的儿子 而他的儿子的每一个步伐 都是踏着他的脚印走过来 他的儿子对着他说 父亲啊 你走哪一步啊 我就跟着你走 父亲要去哪里啊 要去喝酒啊 这个父亲突然了解到 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他孩子的榜样 他抱起他的孩子 走回自己的家里 从此不去喝酒 我们的下一代 也正跟着我们的步伐 跟着我们的思想观念 在学习 在立身处事 我们的价值观正确与否 对他的一生是关键性的因素 这个生涯规划可要谨慎 可要正确 我们刚刚提到 假如从小只会享受 很安逸 很安逸奢侈 就会养成浪费的习性 养成重视物质欲望的人生态度 还没入社会 就已经很会花钱 一辈子大半的时间 都在还贷款 都在还他的消费 所产生的负债 到了晚年 因为太过忙碌 又忽略了小孩的教育 晚年得不到天伦之乐 这样的人生是相当无奈的 我们要遵从圣哲的教诲 因为这些教诲 他已经经历几千年的经验智慧 几千年的效果印证 它是超越时空的真理 应该从小养孩子的善良 懂得让他基辅陪伏 刚刚有提到一个孩子 因为被爷爷 被一些长者宠爱 非常的浇灌 而父母已经察觉到 不妥了 下定决心 好好配合 来教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刚回到家里 他母亲用燕麦粥给他吃 他看了一看 对他妈妈讲 妈妈 我早上只吃面 你去帮我煮面 他的妈妈 看看他笑一笑 就走了 诸位朋友 这个时候要不要把他吊起来打 要顺势而为 这孩子这么娇慢 你打他只会跟他结怨而已 他妈妈用软的 不用硬的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八点多了 这位妈妈不急不许 又过来了 儿子燕麦粥很好吃 你要不要吃一点 不要 他妈妈还是笑着 离开了 到了九点多 过来了 他妈妈跟他讲 这个燕麦粥真的很好吃 我去帮你热一下 就去把他弄热 端回来 那个热了以后会有什么 香味飘上来 他已经快饿得半死了 终于受不了 赶快拿起来 狼吞虎咽就把他吃完 吃完以后说了一句话 燕麦粥蛮好吃的 你让他饿一次以后 啥都好吃 这个我很有经验 我到成功里去当兵的时候 因为粗糙很饿 以前本来不吃的东西 统统都吞下去 那个叫太好命了 后来我去大学念书 大一的时候 在学校对面的餐厅吃饭 三四个同学坐了下来 那个服务人员走过来就说 你们要加几碗饭 我们四个男同学都刚从成功里当兵下来 看看那一锅饭 一句话也没讲 就把那一锅饭抱过来放进去 确实 人要经历过一些事 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从此以后 这个孩子不敢再挑三拣事 这个叫懂得 胜于一开始 这个胜于十 这个十可以有很多的解释 孩子很小 一两岁叫十 孩子刚好从爷爷奶奶那边 接回自己的家 这个也是一开始 您带一个班级第一天见面也是什么 胜于十 你今天第一次遇到一个朋友 开始跟他交往 这也叫开始 都应该把我们正确的原理原则把握好 这样孩子学生就能有规范可以遵循 你的原理原则不能飘来飘去不行 要有所坚定 从这个孩子开始 跟老师行礼以后 老师所教的 这些规范 这些做人的态度 他学得也很快 有一天 他跟他母亲 还有他三四岁的弟弟 坐在捷运车上面 本来两兄弟都有位置坐 刚好上来 一个太太 还有一个奶奶 跟他的孙子 三个人上来 这一个六岁的男孩 看到了这个老婆婆以后 马上就站起来 对着他说 老婆婆 你请坐 这个老婆婆 看到这么懂事的小朋友 很高兴 就坐下去了 结果他自己的孙子 在旁边就说到 奶奶我要坐 他奶奶顺手 就把他抱到自己的脚上 让他坐下 接着他开始吵闹了 他说奶奶 你起来 我要自己坐 这个奶奶跟他 溜不过去 很无奈 站起来 让他的孙子坐 当这个奶奶 站起来的那一瞬间 旁边四岁的弟弟 又站了起来 说老婆婆 这个位置给你坐 各位朋友 这一对兄弟 做到了什么 做到了修身 做到了 骑驾 假如你是这一对兄弟的父母 你会不会受你孩子的影响 不只坐到齐家 当这一对小兄弟 让座以后 所有车厢里面的人 都被他感动了 从那一刻以后 只要有老人家上来 有妇女带着孩子上来 没有人不让座 这是达到治国 把这个团体都感动了 这个例子 我曾经在法国讲过 曾经也在澳洲讲过 现在又在马来西亚讲了 请问这一对兄弟做到什么 他们的德行 已经在做平天下的工作了 一个人真实的修身 同时在达到 治国平天下 及其家的效应 那诸位朋友 您觉得 这一对兄弟往后的福分大不大 那是厚福无穷 那诸位朋友 你们的孩子 还有孙子 假如有这么感人肺腑 赚人热泪的故事 请你们一定要把它写到 大方广文化公益网 我在帮 这位朋友 把你儿子 孙子的德行 到全世界去讲 那你儿子也在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后来 有一个朋友 寄了一封信给我 他写到 蔡老师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家的黑猫 修福报 因为他们家的黑猫 落实的弟子归 他说他们家的黑猫做到 父母教须径听 这只小黑猫 他妈妈对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都乖乖的不敢动 然后每一次吃饭 他妈妈先吃 他都站在旁边 等他妈妈完全吃完了 他才来吃 既然他有这样求了 我们还是得做 但是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各位朋友 我们可不能连什么都不如 见人善即施起 见猫善 也要即施起 这样一对兄弟 他能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懂得处处关心他人 等到他二十年之后 学问成就了 念念想着如何利益人民 他这个服务 绝对不是一生想得完 他这个服务 可以想几百年 甚至千年 他入社会 一定是尽他的本分 在家当孝子 在公司当好臣子 好长官 这是造福 终晚年以后 福分现前 而往往 这么懂得修福的人 身体都很强壮 不容易老 当他老年的时候 他的孩子会很孝顺 他的孩子 不用你叮咛他孝顺 他会 时不时回来 带着蔬菜水果 来供养他 为什么 因为父亲一句话 可以让他少走 三年五年的冤枉路 如叔叔今年 五十六七岁了 他每一年过父亲节的时候 都是一大堆年轻人 来给他祝福 感谢他 在这么多年来 处处给他们教诲 因为 如叔叔他的工作 是当 专业总经理 这个行业就是 今天这个企业 他出现了经营的瓶颈 然后请卢叔叔来帮他整治 两年之内 把你所有的公司营运状况 导到正确的轨道去 导到有盈余的 有赚钱的 绩效上去 而且是不带一兵一组 就自己去干 而当他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 就很珍惜 就很想要 接着能跟着他 学习做人做事 那他是每一个礼拜 陪着这一群年轻人 去爬山 而且每一次爬山是 早上四五点就出发 为什么要四五点出发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半夜睡觉 早上都睡到十一二点 这么早出发的用意 是要让他生活规律 开始调正确 确实每一个做法 都有他很深的用心在里面 因为一代 有的都已经待了十多年 都很感谢他的恩德 每一次到父亲节 就一窝疯都到他们家 给他祝福 在这一天当中 他的儿子会很嫉妒 他的儿子会对他们说 这是我爸 你看 有道德学问的人 不只不用担心 孩子会不会孝顺 你一路走来 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只要你用心照顾他们 他们就好像你的儿女一样 你的晚年走到哪里 处处受人欢迎 我们的师长 今年已经七十九 明年就八十岁了 师长走到哪里 都有一大群的学生 希望听闻他的教诲 听闻他的智慧 这样的人生 晚年是越活 越有价值 这个叫越成 越乡 而一般人的认知 生涯规划都是 二十岁 开始 到六十岁 退休 人生最黄金四十年 要用这四十年 好好来发挥 而能学习 中国文化的人生 没有那么短 从几岁开始 就有价值了 这位朋友 几岁 我们有 在山东 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他第一天去上完课 回家 他的妈妈问他 你今天学了什么 这个孩子 精神斗手 说了四个字 孝顺父母 他的父母听了 很高兴 第二次上完课回家 父母又问他 你今天学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 马上去倒了一杯热茶 端到父母面前 来 爸爸喝茶 妈妈喝茶 学了什么 东则温 下则静 懂得服务 关心他的父母 这个孩子两岁 我们希望 马来西亚有出现 从胎教就开始学地址规的 然后这个孩子出生完 讲出来的第一句话是 地址规圣人训 以后就带着他到 世界各地红法 你看这个就是中国文化教出来的 从小 对这个家庭社会就有很大的贡献 到什么时候 他的贡献 都不会结束啊 他从小到老 都很有价值 而且这个价值不会因为他 往生去世而停止 四位朋友 范仲淹 死了吗 死了吗 死了 他的肉体死了 但是 但是他的精神 永存 与天地 智悦 同在 这是真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 念了三年的国文 我的国文很差 记得 有一次 上课上到一半 我的老师把我叫起来 他说蔡理逊你给我站起来 你假如上我的国文课 再给我打瞌睡 我就寄你矿课 我在那里很害怕 其实心是谁人知 老师不了解我的苦衷 其实我已经拿两只牙签的状态 把他撑起来 但是他还是不争计掉下来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听到两句话的时候 突然在梦中惊醒 第一句就是范仲淹的名言 先天下 自忧而忧 后天下 之乐而乐 很奇怪 我一听到这句话 突然 精神百倍 抬头挺胸 觉得那一股浩然震气 好像从我的头顶照下来 不过过了三十秒钟以后 就继续睡下去了 你看 这一睡 睡了十年 人生能遇到名师 那是最大的福报 我常常跟很多老师朋友分享 我说你真正遇到名师的时候 绝对不能错过 要全身扑过去把他的脚抱住 不能再放过了 主位朋友 下一次 那个 二十号的时候 你们看到师长来 可不能扑过去 然后把脚抱着 跟他师长说 谁叫你的 你们要会听 是那一股精神 而不是那一个动作 要好好珍惜 不然一晃 多少的岁月 就这样晃过去 我另外一句很感动的 是孔明的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一句话 我后来 在三国演义当中 我也看到了 就挂在孔明的围葬外面 当我看到孔明已经生了重病 还在那里 把他体悟到的一些经验智慧 要写下来 写了一堆 要传给他的后代 以及这些读书人 士兵把饭菜端过去 丞相 用饭 孔明一句话也没讲 就把他推开了 吃不下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止不住眼泪 一直在哭 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就是很感动 那种尽忠 指手的态度 后来 后来我突然有一点明白 假如 有前世的话 我一定是那个送饭的士兵 不然我为什么会哭成这个样子 我一定是轻眼目睹 孔明的那一份忠诚 高中 三年的岁月 听闻这些圣者的 人生态度 我们都会为之一致 当我后来 开始接触 经典以后 又收集了一些 范仲淹 一生的 行词 一生的风范 常常都是 看得 很感动 在那里掉眼泪 因为 范仲淹的风范 让我自己 也应该 朝着他的德行 去学习 这样我们才对得起 范仲淹 这一生 给我们的视线 范仲淹的风范 不止 教了他的子孙 他的风范 已经在他的家道里面 沉传了超过一千年 在2002年 区父办了一个 全球华人 一起在 区父 朗诵 圣贤经典 刚好 邀请了 范仲淹的 嫡传后代 他上台以后 唱了一首歌 这一首歌的歌词 就是范仲淹 就是范仲淹写的 岳阳楼记 当他的子孙淹 唱到那一句 先天下 之忧而忧 后天下 之乐而乐 我想 范仲淹 在天之灵 也会觉得 他这一生做的 非常的值得 这是公在千秋后代 这样的人生 有着无限的价值 好 我们走的 要是这样的人生路 我们引领 后代 也应该 朝这个方向 去迈进 确实 由于这两年多 推展 中国文化的过程 有很多的孩子 持续在学习 常常听到 他们在生活当中 所做出来的行为 我们内心 都有莫名的安慰 因为后继 有人 而这些孩子的学习 都才一两年 那一天 刚好 重阳节 老师带着一群学生 爬到山上去 当孩子爬到 顶峰的时候 这一群孩子 对着 他的老师讲 他说老师 爬山一点都不累 但是 跟这一些长辈 鞠躬很累 那为什么 跟那么多长辈鞠躬 因为他们 从山下 一路捡垃圾 捡到了山上 这一些 这一些爬山的朋友 看到这一幕 很感动 然后就说了 这些孩子 真乖 因为长辈 肯定称赞 他们应该怎么样 要说谢谢 要说谢谢 然后就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爬到山上的时候 觉得爬山不累 腰很酸 因为一直鞠躬 又有一个孩子 他刚好去医院看病 当医生把他看完以后 医生就走过来 要写一些记录 这个孩子很自然的 把床上的浴巾 把它折好 然后放着 旁边有一个 七十岁的老人家 看了以后 感动得不得了 他说这样的孩子 几乎快找不到了 亲自送着这个小女孩 出医院 然后还一直在 跟他的父亲讲 这个孩子太早见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教的 后来这个医生 刚好去一家素食馆吃饭 又有另外一个男孩 刚好他的母亲 也带他去 这一家素食馆吃饭 进门去以后 因为这一个小男孩 也认识这个医生 他恭恭敬敬 走到他的面前 举了一躬 王医师你好 这个医师 马上也非常紧张 站起来 小朋友你好 然后他就说 你一定是什么道教出来的 结果那个小朋友说 是明道 然后这个医生说 对对对 就是明道教出来的 结果这个医生因为很激动 喊得很大声 整个素食馆里面的人都听到了 然后都在那里问 什么是明道 明道是深圳的一个幼儿园 确实我们会感受到 人之处 信本善 孩子确实是 很能教 只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最正确的 教育 给他 因为 狗不教 信乃千 这一些习惯一养成 不好 道正 不管 他是什么样的年龄 其实 只要我们 能以身作者 很有耐性的话 效果 应该 都可以 很显著 有没有信心啊 我们 在三月份 到了澳洲 讲课 刚好 在悉尼 讲了三天 在悉尼 讲课的时候 还有当地的澳洲人 去听课 听得非常认真 第一天 听课的时候 我讲一个笑话 他要停三秒 才会笑 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我讲每一句 他好像马上就听懂 都跟着一起 这样点头 你看 人跟人的沟通 不是只有言语 而是那一份 信念 还有一个朋友 他是 朋友叫他去听 他也搞不清楚 要听什么 结果一进去以后 停车费 停车费 要十五块钱 他很生气 还要叫我花 那么多钱 在大学里面 停车要费用 他心里想 既然都来了 不然就花 花一次吧 听一个小时 不好 我就回去了 后来一听 从第一节 听到最后一节 因为他的朋友 是工作人员 也顾不到他 三天以后 打了一通电话来 他说 我很感谢你 把这个机会告诉我 让我在这三天 对很多人生的道理 有更深入的思考 主办的一些朋友 他们也把孩子都带去听 有一个孩子 已经二十几岁 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了 三天听完 隔天起得很早 刚好遇到他父亲 他爸爸一看他起这么早 第一个反应就问 你起这么早干嘛 女儿没有回答 笑了一下 然后就走进厨房去了 这个爸爸突然回过神来 说哇 起这么早 是要去做早餐给我们吃 他很高兴 他说真有效 三天就见笑 他们这一对夫妻 还送我们去机场 接着父亲就讲 真的很有效 不过不知道可以撑几天 要信任自己的孩子 你越信任他 他那个善的一面就越引发出来 你不要每天像警察一样 拿一本地址 会在那里等 这一句没做 这一句没做 他一定有一天说 我不干了 需要我们肯定 需要我们鼓励 需要我们以身作者 需要我们用耐心 去把我们的家风 建立起来 而学习不可能是立竿见影 我们必须要长期熏修才行 而学习一定要把态度摆正确 态度对了 才有效果 应该具备哪些学习的态度呢 首先 学贵立志 我们要立定志向 就会有无穷的动力 要立成为孩子的榜样 要立成为员工的榜样 要立成为马来西亚 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员 要有这样的志向 你的学习效果会相当好 我在前年十一月底 第一次开教师的课程 来了二十位左右的老师 我们没有跑到街上去发广告 我们随缘而坐 来了二十位 我跟所有这些学习的老师 一起立了一个志向 为往胜 既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这两句话 互为因果 我们常常想要开太平盛世 那是结果 要种什么因啊 要能为往胜 既绝学 才能让人心变得很善良 自然就国泰民安 不弘扬圣教 是不可能有太平盛世 我们有了这一份志向 就要不择不挠 去克服这个过程很多的挫折 我也期许每一位老师 要能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这些老师很多是在学校服务 他回去以后比学生还认真 早上四点起床 听经两小时 六点吃个饭 赶到学校去 第一个到学校 然后开始读经 他学生一进来 都不敢偷懒 赶快跟着读 晚上又固定了 一定再听一个小时的经 每天三个小时 这样持续学习 后来他的校长 看到他们班的学生 表现特别好 就问他 你是怎么教的 他说我每天请古圣先贤 一起来教我的小孩 他手上有一套法宝 叫德语课本 里面记录着 七百多个 中国圣者的风范 他每天给他讲两个 讲三个 孩子校替忠信 礼义廉耻的 善根 都被点燃 他的校长还请我 去他们学校 做过两次的 演讲 这一个老师 他做到了修身 他的学校 这个班级 就如他的家 他做到了 齐家 整个学校 很多的同仁 都去看他 上课 做到了什么 做到了治国 我们在海口 以至于在深圳 其他 包含大庆的课程 因为这个老师 非常的用心 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他也开始 周游列国 到大江南北 讲课 其实 志气一立下去 人的潜力 就会发挥出来 叫舍我其谁 只要是 仁义之事 我们应该 全心全意 去付出 你看 孔夫子 孟夫子 教我们什么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现在又不杀身 又不成人 不是啦 现在又不需要损生命 只需要我们 敦伦净奋 把我们的五轮关系 做最好的表率 你就是利益 这个国家社会 最好的 模范出来 那现在五轮关系 哪一轮最难演 父子 君臣 夫妇 兄弟 朋友 哪一轮 好 我帮你们讲吧 夫妇最难演 假如你现在可以演出 相敬如宾 可以演出 抗力情深的榜样 你以后还要接受挂号 接受别人来询问你 如何夫妻好合 你要跟他们讲说 我一天只接受三个挂号 不然看太多我会太累 把他们都安排好 夫妇能相处得好 不得了 所有五轮关系都转正 你看 五轮当中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当夫妇当了最好的榜样 他的子女 跟他一定会很亲 父子有亲 就成立了 我从小到大的记忆 我的父母 没有吵过架 我看得到的时候 没吵过架 我看不到的时候 我敢保证 也没吵过架 因为 姿母 没落子 我对我母亲 我母亲很了解 我母亲有一个功夫修得很好 哪一个功夫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都很有经验 你看 这个忍制是会议制 上面一把刀 下面一个心 这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忍的功夫 要达到什么境界才叫忍呢 能够 人家 人家拿一把刀都已经到你的心砍上了 你还可以微笑对他 好好好 行行行 这叫有功夫 而这把刀是批语啦 不是真的人家拿一把刀 是当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 或你身旁的亲友 他用非常刻薄的言语 对着你的时候 你还可以笑脸对他 这是你的忍工 而当他这么苛刻对你 你又可以这么友善对他 这个微妙的关系 就会开始变化 你会把他的惭愧心唤醒 在《格言别录》当中 有一段话很好 各位朋友 我们这一次有发一本 《严寿耀言》 有没有拿到 这本书 要好好珍惜 随身攜带 你在等公车 五分十分 都可以看十句二十句 这一些能在上面的金句 都是几千年传下来的真理 你能每天体会几句 相信三个月六个月以后 你旁边的朋友会说 你最近不一样了 气质变好了 读书 求学 没有捷径 重要的 一定要有 滴水穿拭的 用心 宽为限 仅用功 功夫道 自色通 每天 每天 看十句 诸位朋友 一年你可以看几句 三千多句了 那五年 那不得了啦 您就可以巡回马来西亚讲课啦 好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 隔空呼应 到时候 中国胜责的智慧 就可以在全世界 遍地开花 而隔烟别路 那一句话是这样说到 积之 你常常用言语 去刺激别人 君子也会变小人 而你能溃之 你能用你的德行去感化他 去包容他 小人也可以变成什么 君子 当对方用刻薄的言语 对你 你也把他对回去 君子都被变成小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巴掌 那就响叮当啦 要有这样的修养 我记得看过一段话 是布袋和尚说的 老人家说到 剔拓在脸上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我读到这句话 觉得真是痛快 你看 人家吐了口水在我们脸上 我们不要去擦 因为你一擦说 你干什么 就打起来 不要擦 随他自己干 你还省 还要起来擦的力气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你看 他这么无理的动作做出来 你还这么样包容他 你成就了你的真实学问 他呢 他被你感动 本来是你的仇家对头 他这样无理的行为 对你三次五次以后 他佩服你 他会来跟你学习 因为他说 我这辈子没有遇过这种人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这个叫不打不相识 忍 最重要的 忍得明白 我们往往只对他人无理的行为 生气 却没有去了解到 可恶之人 必有什么 可怜之处 你去了解 他这些恶劣的行为是怎么形成的 原来从小没有妈妈 原来从小家庭状况很不好 失教了 你那一个愤怒马上转成什么 包容 甚至于是怜悯 尤其夫妻结婚 都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 生活习惯一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这个时候 你要明白 他二十多年都不洗碗了 你现在要他一天就变得 会帮你洗碗 那是谁不对啊 那是我们自己不对 那是强人所难 这个时候 要了解 好话一句 他会坐牛坐马都愿意 这个时候他突然有一天心血来吵 说今天我帮你洗碗 你这个时候可不要说 你有没有发烧 你就让他去洗 洗完以后赶快进去看看 一看 只有一个碗洗干净 其他的都洗不干净 现在怎么办 你可不要整堆拿出来 你洗什么碗 他一定告诉你 以后我不洗了 不只小孩要寻寻善诱 大人也要寻寻善诱 各位朋友 我们几天的课程完了以后 您会体会圣教 体会 真的是可以利益你的家庭 但是你可不要回去以后 就对着你先生讲 我已经听了蔡老师三天课了 以后教孩子你一定要听我的 假如你这么讲 我以后不敢来马来西亚了 因为我很怕走在路上 有一个大男人跑过来 你是不是叫蔡李旭 那时候我看到他目光很凶恶 我会跟他说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这个叫好汉不吃 你可不要让你的先生气得半死 要了解 从自己开始做起 这才是最正确的做事方法 他都不了解 你马上要让他接受 那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有一个妈妈学完以后 回去不动声色 就教他的孩子七岁 有一天他的孩子 在他爷爷的房间里面 对他爷爷讲 爷爷啊 这个瓶子里面的东西 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他爷爷很惊讶 这个孩子以前拿我东西 从来没问过 他就问他 你怎么晓得要先问爷爷 他说妈妈告诉我 用人物虚名求 躺不问急为通 他爷爷听完以后 很高兴 开始了解 哇 弟子龟这本书真好 拿着弟子龟去找他儿子 儿子啊 现在媳妇啊 拿着这么好的经书 在教孙子 你一定要全力跟媳妇配合 你看这一部棋下的妙不妙 这个叫省时日 夺事啊 后来他们家每一天六点多 怎么起床的呢 是放弟子龟 把大家叫起床 全家早上都在学习弟子龟 我们人情练达接文章 要了解到 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我怎么做 他才能很欢喜的接受 当我们看到 这碗都洗不好 你就拿那个 唯一洗的比较好的走出来 然后就跟他讲 太不简单了 我第一次洗碗 也没洗得像这么干净 然后你先生会说 好 明天我再帮你洗 我们是施教的一代 你今天觉得弟子龟很好 回去要家里推广 我跟你保证 你假如是太太来学习 回去推广 你会多一个大儿子 你是先生来学习 回去家里推广 你会多一个大女儿 知不知道谁是大儿子 你老公是大儿子 谁是大女儿 你老婆是大女儿 为什么叫大呢 因为他们比较难教 小孩你一讲就通 他们你可要有耐性才行 我们不要超之过急 凡事先以身作者 从自己开始来实践起 好 这个是懂得互相包容 了解他的过去 不要跟他计较 反而是要如何 让另外一半的人生 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有智慧 而这个人也来自于 时时能为孩子的人格着想 夫妻假如常在孩子的面前吵架 这个孩子内心会受到很多的伤害 孩子都很纯洁的 父母在吵架的时候 他的内心好不好受 他会很难过 而且有些时候 夫妻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都跟孩子有没有关系 有 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多余的 怎么那么多事都是我造成 他会很自卑的 我们给小朋友 刚好谈到找对象 因为有一篇文章 有提到夫妇的道义 也顺便跟孩子引导 不管是男孩女孩 找一个媳妇的条件 第一条是什么 大家猜猜看 从小孩的内心流露出来 娶媳妇的第一个条件是 能够对爷爷奶奶好 为什么这是孩子讲出来的话 因为当他们看到 妈妈跟爷爷奶奶不合的时候 他的内心怎么样 很痛苦 孩子那么单纯的心灵 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是圆满 是和谐 我们要成就家庭 成就孩子 要为大局着想 就可以忍得下来 好 夫妻当好榜样 父子至亲 夫妻当好榜样 兄弟姐妹在这个 有爱的环境里面 人格都有很好的发展 我跟我两个姐姐的感情 相当好 我记得那时候 我要出来推广中国文化 我已经没有工作了 我的二姐 她就对我讲 你安心去做吧 我每一个月给你一万块台币 让我们有后顾之用 人生有两股力量 相当的强 来自于家庭 一个是我们的父母 一个就是我们 手足之情 兄弟姐妹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确确实实 是没有后顾之忧 确确实实 是充满动力 我这一生 最大的福报 就是被我的父母伸到 再来就是 能遇到师长的教诲 人生有这两个福分 此生无求 往后我们就尽心尽力 服务社会 服务人群 而当父子 父子子孝 能够在家里落实了 那孩子懂得感恩父母 他出社会 一遇到好的长官 他会感人家的恩德 他会做到军人 沉重 而兄弟姐妹都懂得 互相扶持 他到学校 以至于往后出社会 很自然的 就会跟同学朋友 互相照顾 我们看到 夫妇这一轮 除好了 五轮 关系 都有很好的发展 夫妇轮 根本 而只要我们把夫妇关系 延好了 那就是在 弘扬 中国 文化 到时候 您假如 弟子规不够了 我们再帮你寄过来 因为到你们家挂号的人 太多了 好 这叫学贵立志 第二个重点 学贵立志 要能够把所学的东西 学一句 要能做一句 我遇到很多家长 他都会说 孩子都 不认真学 孩子都讲不听 都是在 说他的儿子 接着 我就跟 这一个家长提到 天地之间 任何的物品 都会有他的惯性 就像这一个杯子一样 我把它放在这里 他就会形成一个习惯 他不动 你要把它推走 要不要用力 要用力 那各位朋友 我现在有没有用力 我现在有用力 可是他有没有动 他没有动 你一定要推到 他突破了他的惯性以后 他才会动 有时候你在出力 你在影响你的孩子 看起来他没动 其实已经快动起来 你可不要快动起来的时候 说没效 算了 那就太可惜了 要有恒心才行 让孩子突破他的惯性 因为他很多习惯 又不知一天两天形成 也有耐性 突破孩子行为的惯性 接着我又跟他讲 除了孩子的惯性以外 还有第二个惯性 就是你儿子 对你这个父亲的认知 这个儿子会想 我爸爸有脊梁重 我一清二楚 你的话他听不听 他会先在旁边 人眼旁观 所以这是第二个惯性 就是你在你孩子心目当中的 那个惯性 还有第三个惯性 我们自己几十年来 所形成的习惯 也要突破 也要遵循地质规教诲 断恶修缮 力行首先要从父母 从长辈开始做起 而不是叫学生小朋友力行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 这些孩子学一句 他就懂得去做一句 我是三月十五号到深圳 三月十六号 他们的老师 要求我跟这些小朋友 上一堂课 上弟子规 我进去以后 就对这一群孩子说道 今天老师 跟你们上弟子规 所有的孩子 异口同声 讲了一句话 他说老师 我们都学过了 我们都会背了 胜于死 请问这些孩子 对学问的认知是什么 什么叫学会了 什么叫学会了 会背叫学会 那麻烦了 那他以后都是这种态度 他只会讲 不会讲 不会什么 做 知道 悟到 做到 才能得到 学问的真实利益 这才是正确的 但是这些孩子 一开始就把会背跟学会 画上灯好了 接着 我跟这一群孩子说道 这个道字怎么写 左边一个错步 右边一个首先的手 这个字就告诉我们 首先能够 这个错步是行进实践的意思 首先 首先能把这个经典 实践做到的人 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 而不是会背 那你们 那你们地子规哪一句话做到了 我就开始念了 父母乎硬物环 做到没有 这些孩子本来在跟我讲的时候 老师 我都会背了 头是怎么样 往上扬 突然我问他 父母乎硬物环 做到没有 没做到 父母命行物环 做到没有 没做到 父母叫 越想 头越低下来 孩子 很单纯 你道理给他讲明白了 他会服气 但是 大人就不一定了 你假如对三四十岁的人讲 父母乎硬物环 没做到 父母命行物环 没做到 就是不低下 因为他 有一个东西放不下 什么放不下 我最近生意做得很大 专门在买面子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行情 一斤要卖多少钱 因为 道德学问要成就 首先一定要先卖掉面子 卖掉虚荣 这样才能诚实的 面对自己 当天晚上 有一个小朋友 他在他的日记上 写了一行 第一行 说到 今天 蔡老师帮我们上地子规 蔡老师说 地子规是拿来做的 而不只是背而已 一个孩子 他把他这一个体会 写在日记上 请问他会记多久 一个正确的态度 成就孩子一生 你花了多少时间教 不到十分钟 把这个观念给他了 那是最有效的投资 老师啊 这个时间不能省 这个孩子后来 做了很多 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 刚好 有一天 天气很冷 他的同学 脱鞋坏了 坏了以后 他的老师就跟他讲 你把这一双旧的 借给同学 你把你自己那一双新的 拿出来穿 就这样建议他 当天下午 这个老师突然 看到他的新鞋 穿在同学的脚上 那一双旧鞋 依然在他的脚上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做得出来吗 又有一天 他们楼下 刚好在办 园游会 就分很多活动 他一站一站 去经历 去过关 只要可以过了几关 就会有奖品 其中有一关 是摇呼腊圈 比方要摇四十下 打一个勾 才有过关 这个孩子在那里 摇呼腊圈 刚好 只剩两三个就到了 但是没有 没有达成 这个阿姨 把他手上 这一个过关卡 拿过来说 没关系 阿姨帮你打扣 我们有没有当过 这种阿姨 这种阿姨 对不对 爱之主义 害之 要敏感 这个小朋友 马上跟阿姨讲 阿姨 做人要诚实 我没有到就没有到 他就把他拿回来 是不是真正有德行 要从他生活的点滴当中 我们才看得出来 这个孩子觉得 每一句都应该做到才行 另外有一个小女孩 刚好那一天 我是一句一句讲解 就讲到 沉则醒 昏则定 她学了以后 隔天早上 就站在她父母的 房间门前等待 等她爸爸妈妈 走出来了 这个小女孩 马上跟父母 举一个功 她说 爸爸妈妈早上好 假如是女女儿 突然有一天跟你说 爸爸妈妈早上好 你要怎么回应啊 你可不可以说 女儿啊 你今天 是不是不舒服啊 你应该很欢喜 成全孩子的孝心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家长不习惯 他的孩子学完以后 跟他夹菜 他说 不要夹了 不要夹了 我自己来 这样好不好 他的笑心 要你一点一滴啊 给他机会成就啊 有一个小朋友 他去听完课以后 听很多大哥哥 大姐姐 都端热水 给他妈妈洗脚 这个孩子四岁 听完以后啊 很兴奋 回家里就往厕所跑啊 干嘛 要端热水啊 他的妈妈跟他有心电感应 马上跑到他前面 把那个水盆 收起来 不让他拿 那妈妈为什么不让他端水啊 脑子里又想 等一下给我打翻了 我还得收拾半天 很会想 想得很深远 我就跟这个妈妈讲 你这么做错了 他说到 但是他假如给我打翻了怎么办 我说打翻了更好 他就很纳闷 为什么打翻更好 打翻以后 除了成全他的孝心以外 还可以教他 以后端水如何不打翻 不然他做事能力什么时候教啊 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教啊 不只教他水要怎么端 水倒在地上以后要怎么拖地 刚好一次都教完 多好 不要怕孩子犯错 每一个犯错 往往往都是你指导他的机会点出现 很多父母家长 他没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孩子只要犯错了 他下一句是什么 你怎么又来了 都是这个批评的 都是这个批评 白白把机会断送掉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学走路 跌了多少胶啊 有没有学一次就会的 没有吧 有没有哪一对父母 你儿子学走路 第一次跌倒 你跟你儿子说 儿子啊 不要勉强了 爸爸买个轮椅给你坐吧 没有遇过吧 这样的耐心 去哪里了 这样的耐心应该是始终不变 这样的态度可以伴随孩子 非常多的人生成长 态度很重要 这一个小女孩跟父母举完工以后 这个爸爸妈妈非常有敏感度 马上打了一通电话到幼儿园 老师 昨天我女儿发生什么事的 老师就讲到 昨天开始上第四轨 这个家长懂得 时时要跟老师配合 亲师一合作 他好的行为行程会很快速 而这一对父母 对老师相当的恭敬 因为学校收费很少 老师很多都是义务 在教导 甚至也都贴钱 而老师这一份用心 感动了这些家长 有一个家长就说到 这一个幼儿园 老师的学历 是深圳最高 但是老师的薪水是最低 他看到这一点说 这个学校值得上 为什么 学历最高 薪水低 却能留得住这些老师 代表 这一个学校 是凭着教育的爱心 来推广 这里的老师 一定会尽心尽力 教他的孩子 纵使 这个幼儿园的场地比较小 他都不计较 而 有一对夫妻 他们本来 房子 是在深圳市区的 一个黄金地段 后来看到学校 这么付出的经营 他们搬回了自己的老家 把这一个好的房子 租出去 每一个月 可以多说几千块人民币 再把这钱 送到学校去 这一个父亲 每天得搭 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上班 但是这个父亲却 甘之如意 确确实实 我们爱人一分 人家就会回馈 一分 不要怕付出 孟子的话 是真理 天道无亲 这句是老子的话 孟子的话 爱人者 人恒爱之 老子的老子 老子的话 天道无亲 常与善忍 一定会帮助 扶持 善良的人 这个是我们讲到 要引导孩子 从一开始学习 就应该学一句 做一句 学贵 立行 接着 接着 学习 的次序 要正确 那从 哪一本 经书 开始学呢 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谨记 一句话 要依法 不依人 要依经典 来求学 不能说 哦 我很喜欢他 我就听他的话 不可以这样 当 蔡老师讲的话 跟弟子归 三字经 不合的时候 要不要听啊 不要听 不只不要听 还要 来跟我说 我哪里讲错了 这样才 会让我 不会走错误 只要诸位朋友 有发现了 一定要来告诉我 我在海口讲课 刚好有一天 因为 在中心比较忙 晚上还得敢去 讲一堂课 时间来不起 我就 没有坐公共汽车 就坐了 海口一个 很特别的 交通工具 叫做 MOTO 叫MOTO CYCLE DIS 摩托车的 计程车 这个真的只有 海口有而已 那坐得也很便宜 就一路啊 骑得也蛮快的 赶去上课 刚刚好 来得及 我也没有什么 休息啊 一到了以后 直接就站上 讲台去上课了 上了两个小时的课 下来啊 我走到厕所 照了一下镜子 看到了一只 公鸡 我赶快走出来 跟我们中心那些老师讲 我的头发 撬成这个样子 你们怎么都没有告诉我 你看 我在上面 不能因为他们叫我老师 然后我头都唱成这个样子 都不跟我讲 各位朋友 我是赶鸭子上架 我的学问还很差 有不足之处啊 大家一定要把我指出来 要依法 不依人 而三字经当中 对于学问的学习 有很重要的提醒 唯学者必有初 小学中 自试书 孝经通 试书俗了 再来才读六经 如六经 实可读 这是读书的次序 而小学 不是小学毕业 小学是宋朝 朱熙朱夫子一本 很重要的 同盟教材 专门教小孩的 当他这个小学的根基 扎好了 再来学试书 假如这个小学的根基 没扎好 直接读试书 那就会出现了 小孩拿着试书的经 句 来教训母亲 有一个妈妈 他的孩子背很多 孩子有一天犯错 妈妈跟他讲 你这里做得不够好 要改进 这个儿子跟他妈妈讲 妈妈 你有没有 孔老夫子的 温良 公 简 让 我们连温良 公简 让有时候还背不出来 他可以用这个经文 问他妈妈 他妈妈没说话 接着他讲 假如你没有 孔夫子的温良 公简 让 那你也不可以说我 当 他没有这些 孝心 恭敬心 他没有这些 处世待人的规矩 你让他读 高深的经典 他只会拿着经典 去要求别人 我在林哲许纪念馆 看到了一段 他人生的智慧 相当的精辟 他总结 人生十件事 假如这十件事 没有做对 人生枉然 他把它归结 叫十无意 第一个提到 父母不孝 每天去烧香拜拜 有没有用 奉神无意 因为所有 神圣 圣者 都是教我们 首先从哪里开始 学做人 从孝顺父母开始 父母不孝 奉神无意 兄弟不合 交友无意 刚刚我们也提到 在家里都兄弟姐妹 打打闹闹 这样的朋友 你敢不敢交 在家里都不合了 出来会突然变得 和蔼可轻吗 不可能 纯心不善 风水无意 心地不善良 纵使你们家是 龙穴 住了一年以后 会变什么 会变老鼠洞 真的啊 一个干干净净的房间 给一个 很肮脏污秽的人 住三天 马上就面目全非了 那风水全部都破掉了 真正的风水啊 在一念善心 心善啊 就赶来千祥云集 所以改命不如 改个性 改名字不如 改自己的存心 接着有两段 是对于求学重要的提醒 提到啊 行止不端 他的行为举止不端正 读书无意 因为所读的书 跟他的行为 完全不相应 那没有帮助的 反而会跟他会越来越傲慢 行止不端 读书无意 接着下一句提到 心高气傲 博学不端正 他很傲慢 学的东西越多 对他的障碍会越大 古代对傲慢 特别的谨慎 傲不可长 孩子的傲慢心 不能有 丝毫的 增长 这样会 毁了他一生 从这两句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定要让他的行为 跟这些经典 跟圣泽人的行持 要能相应 他才能 真正 把这些学问 学到 而小学这本书 完全就是教孩子 撒扫 还有与人的 应对 进退态度 这个基础你不扎 就好像 盖房子 地基没打 再高的楼 都会怎么样 倒下来 我们思考一下 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把整个国家社会 都摧毁掉 等于是 祸国殃民的人 请问 有没有读书 有没有 您有没有听过 哪一个朝代 是被一个农夫毁掉的 没有吧 有没有被一个 卖臭豆腐的毁掉的 都没有 历代 奸臣 都是读很多书的人 勤快 他当了那么久的宰相 你看有多少的门生 都在当官 他却是 把一代忠臣 岳飞 逼死的人 关键就在 他没有扎这个 行指 没有扎这个 撒扎应对 处世代人的根基 所在 我们可不能 重蹈 覆辙 而这一本小学 是在宋朝 写的文章 我曾经 把他看了一遍 因为有很多是 宋朝时期的用语 我也只能看懂 差不多七成左右 后来 当我把他看完以后 我突然 对 弟子归的作者 李玉秀夫子 相当的感佩 因为他把 小学这一本书 所有的精华所在 通通挑出来 不止挑出来 他还把他分类的 非常的好 是依据孔老夫子的 一句教诲 在学而第一当中 提到 弟子 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众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把夫子说 一个 当圣贤人 弟子 应该努力的 七个方向 他从这七个方向 把他编成了 弟子归 而这一本 小小的弟子归 就可以寒色 几千年 儒家的智慧 不会 跳出去 他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们从 学弟子归这个次地 再顺着学试书 效果会很好 而学习的方法 我们要遵守八个字 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一门 先从 弟子归 开始学起 在这几个月当中 每天持续 读诵 持续 关照 深入 如何深入呢 也要靠我们 边学习 了解道理 边实践 叫解形 相应 这样才能真正 深入 我们对学问的体悟 确确实实 是从你的实践当中 你会触类 旁通 当你在做父母呼应物环 你那一份恭敬心 慢慢从外 内化以后 你会突然想到 不只是对父母呼应物环 老师呼也要怎么样 应物环 老婆呼 要一样的 有恭敬心在 他就可以举意 反山 接着要长期 熏修 因为 熏修之力 我们的功夫 才能够 自色通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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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